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是在年幼的时候还是年少的时候 甚至是在我们现今成长的阶段或多或少 在我们遇到瓶颈 在我们遇到难题 在我们遇到需要解囊相助的事情的时候 那一号的人物或者是那一个的书籍的出现 就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激励 许多的鼓励 许多更加深入的看见 对于我们那些的事件跟人事物的关系的存在等等 可是呢 我们要记得一样东西 更加重要的是神的话语 他的确会比这一些的一切 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启发 有没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当我们在不同的经历的当儿 无论是不同的年龄 处于不同的环境 当我们在阅读或者是重读回同样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的领受会有所不一样呢 我们的看见会更加的不同 是因为上帝他自己本身 他正是那大大启发我们的上帝 当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他会带给我们启发 带给我们激励 不只帮助我们能够得到生活的力量 也使我们重新获得如何得着生活的智慧 如何好好为他活 教导我们不只要如何成为讨上帝喜悦的基督徒 更要懂得如何活出基督徒那坦诚的生命 如何应对真实的生活 如何融入这个大环境和社会的生活 更晓得的是如何做人 这一些都是来自于启发给我们的上帝的智慧 特别于在这个丸梗的世代中 有勇气为主活出真理和宣扬真理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上帝的话语和智慧 与他的爱的搅灌 因为整本的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是全然可靠 也对我们是有益的 是可行的 也应当学习和操念的 因为上帝话语的功能就是教训 就是责备就是教导就是矫正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 需要改正和改变的地方 使我们为主成为更完全的人 继续靠主的恩典 做在他话语里 使我们被装备好 去行各样的善事 因为上帝他启发我们 并且帮助我们要立志在主里面过尽前 过这个的godly的生活 Amen 上帝赐福你 请不吝点赐福你